那這樣子的一種認為一個政黨或其戶水組織 依照這樣子的一種轉帳撥用方式也好 座駕轉讓方式也好 或者直接以政府機關的預算編列購置來的不動產等等 是不是都是屬於不當 從國有變成黨產的一個相關定義性的規定 我想跟委員報告 這個主要是行政院依據 那監察院九十點四月的整個 針對國民黨不當取得黨產案的 取出來的調查報告 他認為這鋼案委員所述在幾種列型 是行政院應該確實清理 依法處理 所以我們後續有國資會還有黨產處理小組 還有經過這些行政院院期許志雄委員 政委的大概一些相關的會議來處理這個後續 所以那個 那我請教一下就是說 後續 後續處理的結果有順利嗎 也就是說 就這些協商處理原則之下的第三點所定義的 不應該從國有變成這個黨產的相關的不動產 那後來取回的順 取回啊 是順利還是不順利 我想大概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當時 當時在已經有被政府徵收 還有議員第三人的部分 那個這個部分我想 那個處理上 當時在討論過程當中 認為這個部分處理是非常困難 所以先就 處理上非常的困難 當時還是屬於國民黨或負責組織 登記為期所有的部分 才跟他做協商處理 所以後續才會有 那我的了解 在協商處理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 有一部分 是 當時的國民黨黨主席有承諾要歸還的 所以就是 就像那個報告第一頁就是 以泡去所有權的部分 整個1.6公頃的部分 這個部分 還有 只有還掉了這一個 所謂的1.6公頃的部分 那其他的部分 有沒有 在他已經承諾要歸還 而後來 又食言而非 不歸還的這個狀況 另外就包括那個實踐堂 和實踐大樓 這個部分 那個 泡去所有權的部分 這56筆土地 還有那個 我現在問你就是說 有沒有曾經在當時的國民黨黨主席 我的了解應該是連戰聯主席 他承諾要歸還 但後來食言而非 他不願意歸還的這個部分 到底有沒有 本來是有在談那個 戲院的部分 那當時在92年間 人屬中影公司所有的五家戲院 當初有跟國民黨在協商 這個是不是 按照原來 我們認為是按照原物返還 或者按照 那個 他的那個 當時那個 主份價格 然後 然後返還給我們 不是 我們是按照 那後來呢 後來呢 但是他們是 比較堅持說 他沒辦法做 按照 93年的 當時的公共和憲值 扣掉 那個 好了 我的了解就是說 對於返還的價格 有一點意見 那最後結論是怎麼樣 他到底有沒有還 任何一毛錢 最後我們就 針對新世界戲院去提告 那提告的結果呢 提告的結果是我們到 三省的敗訴 好 提告的結果是敗訴 在你們的訴訟的處理過程當中 也提到了國產署的訴訟 跟交通部的訴訟 還有教育部的訴訟案件 你們大概提到有幾件勝訴 幾件敗訴 你能不能告訴我 勝訴的原因是什麼 敗訴的原因是什麼 特別是敗訴的原因是什麼 你剛剛也提到了 新世界戲院的部分是敗訴 敗訴的原因是什麼 那個 新世界敗訴的 判決的理由主要是 因為那時候 那法院認為 最高法院認為是 國民政府 那個 國防最高委員會 還有台灣省行政 展望公司等國家計畫 你當時 是屬於訓政時期啦 確診行使國家 所以是屬於訓政時期 國防委員會 直接 直接轉帳播用以後 他就法院在認定 這個程序是合法的 對不對 他因為那個時候 那你覺得 他直接這樣子轉帳播用 那最高法院直接以說 那這樣子的程序 合法為理由 就判國參署 敗訴確定 這樣通嗎 那如果我們沒有特別立法 那現在還有什麼辦法 將當時原來 作為一個黨主席 已經親口承諾 願意談 願意還 只是要還的價 談不清楚 然後之後用訴訟 結果敗訴確定 那如果不用特別立法上訴 我們現在還有什麼辦法 去追討這幾家戲院 就你所了解 因為當時在這個法律的問題 我想 那我再問你一下 對這一個裡面 處理原則裡面 一樣提到的 這一個 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 座駕轉帳給他的 那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 是不是屬於國民黨底下的一個單位而已 之前應該不是 應該是屬於行政機關的 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 是行政機關 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 明明就是國民黨底下的一個單位 後來改制成為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這個東西還可以 掰成是一個行政機關 然後我再問你一下 後來交通部 針對 這一些轉給了中國廣播公司 相關的這些不動產進行訴訟的結果 你們在這邊提到 有所謂的勝訴 有所謂的敗訴 那我要再請教一下 勝訴的原因是什麼 或者特別是敗訴的原因又是什麼 那委員是不是這個部分可以 請交通部來跟委員報告 因為是交通部主辦去提訴的 我跟你講 這些相關的案件 不曉得擋了多少年 在板橋這一塊土地 跟花蓮的這塊土地都一樣 擋了好久好久以後 總算勉強獲得勝訴 而如果你去看一下 他在早年一開始 他因為一直由這個所謂的 國民黨底下的這個 所謂中國廣播 中央廣播事業管理組一直在占用 但是他忘了去把它移轉為他所有 他沒有像另外你講的國參署的案件 他把它直接轉帳 成為國民黨所有 他一直為電信局所有 但是一直由這個中央廣播事業處所無償佔用 一直到了民國74年 才直接用帳面調整的方式 帳面調整的方式呢 板橋的部分呢 用三萬六百六十七塊錢 花蓮的這塊地用兩千三百九十四塊錢 直接帳面調整的方式轉銷了 然後呢 以七十七年度的補列預算 送立法院審議通過 完成了一個所謂的法定預算程序 就變成國民黨的了 那這樣子呢 打官司打半天呢 最高法院說 那看這個樣子程序也是完備啦 但這樣子 算是有以相當的價額 工地黨有出過他的一毛錢 來將這些國有的土地 變成他的黨產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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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分那個判決的部分 可能要請交通部說明 在這樣子的一種情況之下 說不當 黨產這件事情是沒有辦法定義的 我沒有辦法能夠理解 因為 就如同 您剛剛提到的 所謂的訓政時期 在黨國不分的年代 甚至已經進入到了轉型 訓政時期 結束到了在第一個時間 所謂的戒嚴時期 乃至於到了解嚴之後 他都有類似像這樣子的 將國家資產 用一個無償的方式 直接轉上 或者用一個非常顯然不相當的方式 來轉列為國民黨所有 像這樣子的公然掠奪國家資產 你們作為財政部 作為應該捍衛國家資產的一個機關 在當時透過許志雄政務委員的努力 提起了相關的訴訟 但最後最高法院也好 相關的各層級的法院也好 以所謂的程序完備為理由 不給予一個有利的判決 招致這個訴訟 也沒有辦法 獲得一個有效的 一個平反 甚至在當時研究 要以假處分的方式 也因為要提供的擔保金過高 財政無法負荷而作罷 導致到現在國民黨 一再的去脫掉他的黨產 像這樣子的一種狀況 沒有以特別立法的方式 那如何 如何 如何 來回復 我們所應該要拿回的國家資產 所以我想 我只能夠表示是說 國民黨到現在為止 特別聽到剛剛 楊委員在提到說 什麼叫做不當 他沒有辦法理解這件事情 我認為 國民黨 如果以 仍然是以這種態度 在面對所謂的不當擔場的處理 所以黑林人感到非常的痛心 那財政部 其實從一個守護國家資產的觀念 不管是誰在執政 其實都應該努力的貫徹 當時在2004年 所定下的協商處理原則 繼續不斷的追討 而且也應該要支持 這樣的一種特別立法的方式 好以上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這個 周承秀俠 周承秀俠 周承秀俠委員不在場 洪忠義委員 主席 請陳部長 黃委員早 部長早 部長 我想這個不當黨產的處理條例 已經從3月14號到現在了 我想也有很多委員 也有很多的意見 那我想你剛剛有在答詢的時候 你還是認為說這個當與不當 你並沒有特定的意見 我是說如果是不當的長產 當然應該要處理 不管哪一黨的財產 可是你剛剛也有回答 你說財產不管它當或不當 到最後都是要正當化 那你認為正當化它是要歸還給誰 是既有的政黨繼續取得 還是說要歸還原來的所有者 甚至歸還給國家 你剛剛講要正當化 這個邏輯很清楚吧 你從哪裡不當起得 但是要歸還原來的所有前人嗎 部長 阿你目前覺得國民黨的不當黨產 是不是已經全面清查完畢了 你個人的感覺呢 我不瞭解 因為這屬於財產管理的範圍 部長 那個520你大概剩下50天而已 其實我覺得之前有很多委員在講 講說你是不是在數饅頭 我個人並沒有這樣子認為 我想你每一次的答詢還是對打如流 那對打如流並沒有在問題上 我們得到我們想要比較明確的答案 那部長我請教幾個人 我請問一下你認不認識 你認識劉太英嗎 我知道這個人 但是我不認識 跟他沒有私交 沒有私交嘛 阿你覺得他講話公不公正客觀 這個很難 一個人講話講無數的話 我總會去評斷一個人他講話 也許這句話他講得對 另外一句話講不對 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你認識李鑫嗎 李鑫 是我們以前的台北市議員 當然認識 認識嘛 那你覺得他的講話公不公正客觀 一樣的道理 每個人講話都有講得對 也有講不對的時候 那你認識蔡正元嗎 認識 那你覺得他的講話內容 公不公正客觀 一樣 都是這樣 有時候講得對 有時候講得不對 其實齁 在那個金周刊最新的一個報導裡面嘛 他有講到 國民黨這半年來的 黨產事業 目前要賣的 市價大概有達到 一百四十一億啦 那你們有沒有針對這一百 一百四十一億的內容 你們去做了解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是黨 既然叫黨產就是黨自主的範圍 我不會對任何一個政黨他自己 自主範圍內的事情去做干涉 還是這是周刊登的 所以就沒有查證的必要 是不是這樣 不是本來就是如果財產 現在登記屬於他 他要做怎麼處理 是他的權責範圍 其實齁 現在本席在觀察 國民黨一面打著 黨產透明化啦 一面又積極在拋售黨產 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要吞為己有 還是表面上 只是要對全民來負責 那那個部長 那個 國家資產委員會 他底下有一個黨產 處理專案小組啦 那現在運作的狀況呢 現在運作的狀況呢 我想這個是財政部主政 是不是要請財政部來說明 好那請財政部說明 國家資產委員會底下有一個 黨產處理專案小組 目前運作的狀況呢 跟委員報告在98年 奉行任合訂就停止運作了 所以98年停止運作嘛 那你知道這個 這個禮拜五 我們也有委員 有提議提案嘛 要讓他繼續來運作 這件事你知道嗎 不知道 那你知道院長是怎麼回答的 院長當初是怎麼回答 委員的詢問 可以研議啊 他不是這樣講啊 他說 他強調嘛 他手上必須有資料才能公開啊 如果覺得不夠 520新政府接手後 大可依法去追嘛 那你知道他這是什麼意思嗎 他的意思就是在520之前 他也不想追啦 是不是這樣子 依照他的回答啊 這個是在院會裡面回答的啊 跟委員報告 剛出這個網站 所以我認為說 你們的院長是這樣的心態 我很擔心你們也是這樣的心態嘛 因為520剩下50天而已 520剩下50天而已 如果這50天之內 你們這樣子糊弄過去了 啊糊弄過去了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啊 那是不是跟很多委員講的一樣 屬饅頭 這樣就對不起人民了呢 報告委員 我們繼續職責還是會繼續處理啦 好 那那個部長我請問你 其實我剛剛列了幾個人名啦 這些人齁 在這一段不當黨產的那個處理期間 他們都有一些發言啦 包括說那個劉泰英 他有發表過嘛 他說 連戰在2000年選總統的時候 是花了120億 這件新聞你有看到嗎 看了新聞 那你知道連戰那個選舉 申報多少嗎 我不清楚 那誰可以回答 這必須要去查這個歷史 啊這個都有報導啊 這個應該 中選會可以回答吧 當初連戰 連戰報那個選舉的費用 只有報3億而已呢 那劉泰英說他花了120億 這中間將近有117億的錢 不知道跑去哪裡啦 這個要怎麼追 這個要怎麼查 報定回答一下 我也不曉得要怎麼追 因為 到底他講的是不是事實都有在查證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問你說你認不認識這個人 他的講話公正不公正 其實你也沒有回答 因為我想你應該認識他啦 這個我想他是一個公眾人物 這個名字大家一定是 知道的 好那個部長 那另外 李鑫 他也有曾經公開講過嘛 他在這一陣子 國民黨黨主席選舉的時候 他有講到 就是包括說國民黨在的中影大樓 這個內容可能有回算的機制 甚至 甚至 所講的 包括說 八德大樓 包括新世界 包括文化城 這一些 裡面所提到的 這個回算機制 你們有去追問過嗎 沒有 那你們 這樣子都沒有追問 怎麼來處理不當黨產 這還是一樣是 黨裡面 各政黨之間的 這個自主的 項目 這跟我們 這個主管機關沒有關係 然後蔡正元 他也公開講過啦 他說 包括說 那個 中影 巴德大樓 賣15億 三年內要處分完成 超過的部分 全歸國民黨 那中影 西門町 新世界大樓 要賣12億 三年內處分完成 超過三分之二 要歸國民黨 中影文化城 賣26億 也要在三年內 處分完成 超過的部分 二分之一 要歸國民黨 所以任何 只要有盈利的部分 多數都是要歸給國民黨嘛 那表示說 國民黨根本就不願意 把這些不當黨產 來歸還給國民嘛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他企業的內容 說實在我不瞭解 也不瞭解他 這個規定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部長 我剛剛念了這麼多人名給你 這些都是已經有報導 而且是他們是公開 來對外界說的嘛 既然他們已經是公開 對外界來說 為什麼 你們不朝這個方向 去追查 因為目前 屬於 各個 不管是個人 或者團體的財產的處分 內政部不會去 就個案去瞭解 然後 蔡正元也有講喔 他說 國民黨最後拿到多少 或實際上拿了多少 只有國民黨的黨主席 才知道啦 這個指控 這個對國民黨的黨主席的指控 我想是非常嚴重的 他們是對外公開 蔡正元是對外公開來講啊 那你們有沒有必要 去找國民黨的 立任黨主席 來問問看 有沒有必要 我覺得這個 這是屬於國民黨 這個內部的事情 到底國民黨要不要 那國民黨黨產也是屬於內部的事嗎 是 我們今天討論的是不當黨產嘛 所以你剛才講是要把不當 這兩個字加在一起才有 才有我們公共議題 沒有錯 你就是想 要他是不當的話才有 從國有財產 或者其他政府的財產去 拿去的這個叫不當嘛 剛才有 其實我一開始在講喔 我說你每一次的尋打 都是對打如流 但是還是沒有得到 我們想要的答案啦 那本期希望喔 你存50天而已啦 你剩下50天喔 你可以講一些比較明確的事情 讓社會大眾更加的了解 就是你剛才講的嘛 這個50天 當然我們該做的事情還是會做 好啦 部長謝謝喔 好 接下來葉宜監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我們請內政部陳部長 跟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副署長 好 部長 我剛剛講到 聽到你講了關鍵的一句話 叫做 從國家人民拿走的 才叫做不當對不對 從國家如果是他沒有 相對的付出代價 那取得的當然這個就是不當 沒有錯 好 來換 國有財產署 副署長是不是 副署長我先請教你 因為我第一次質詢你 我想要先了解一下 你對擋產的看法 我想 我想 國產署和行政院 在90年到96年之間 就積極在處理有關 那個監察院調查報告 認署說有爭議的 似乎屬於不當 檔產的部分 在做積極的處理 所以基本上的依據是 根據那個監察院的調查報告來的 副署長 很明顯的 你也不敢 你不敢站在 國有財產署的立場 來講公道話 好沒有關係 我可以體諒你的立場 人在屋簷下 我可以體諒 我只有就 你們國有財產署 所拿出來的報告 國民黨產 應該歸還給國家的 還有 其實遠大於這個數字 我們就先說這個好了 你們自己提出來的 816億 來說好了 你們準備怎麼處理 這800多億 我想跟委員先報告一下 這個是當時 依照監察院調查報告 我們清理的結果 認為說這個似乎有些 有些疑義的部分 是把這個疑義的逐項下列出來 但是委員這個表裡面 即使當時 當時在清查結果的時候 當時已經有些部分 已經被政府接收 徵收 另外已經移轉到第三人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積極處理的部分 可以詳細送一份這個資料給我嗎 那個 你們調查 那是我們這個專案報告的部分 專案報告 資料在哪 好沒有關係 請送一份給我 因為我不是本委員會的 我沒有拿到 好來 那麼 我就你現在有那份專案報告對不對 來我們就來說一下 最新最近的 他們要招標的這家 騎乳兵工廠的土地有沒有在你們裡面 有沒有 沒有 沒有在這個 沒有 當初統計表裡面 是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你們的八百多億呢 還不夠啦 遠多於這個八百多億 來 兩位 無論是陳部長剛剛講的 只要是 從國家拿走的 沒有 沒有相當的合理的 價錢呢 都應該要還給國家 我們來看看這個 騎乳兵工廠要招標 很明顯的 它是黨產 因為 所有的對口都是 國民黨中央黨部 甚至連地址都是 完全無物 但是這個 現在要招標的這個騎乳兵工廠呢 在日本時代 叫做台灣搖曳工業諸事會社 這日本人的啦 好 再來呢 光復以後 是省政府接收 這國有的吧 省政府 日本政府交給國民政府 這是政府的吧 兩位 是不是 他是奉行政院核准 由台灣工礦股份有限公司 是省營企業 好 是 後面你都知道了 變成工礦公司 是省營企業 是國有的 結果呢 在一天 同一天 在59年6月24號 移轉給省農工公司 同一天 移轉給騎乳公司 騎乳企業 這夠明顯吧 可以這樣喔 你這個財產這一天 移給政府的一個單位 同時移給 馬上移給 一個 一個政黨 這個再明顯也不夠了吧 兩位 跟委報告 這個我們查證的結果 因為這個是 農工公司他的答覆 他是說他 農工公司在46年2月27號 他的董事會 是決議同意讓售 本案土地與騎乳公司 並由騎乳公司 向臺灣銀行 並借搭債貸款 抵償農工公司 對該行的債務 作為讓售的價款 另外那個 原因登記 同一天 我們也請他說明 請農工公司說明 因為他 他回覆的是說 他們那個 本案土地是在48年5月19號 請你對準一點麥克風 你的聲音不太清楚 那農工公司的答覆 他們是說 原來是農工公司 是由省政府在44年8月30號 設立臺灣省工礦 和農林公司 工股企業資產關整理委員會 策劃處理兩個公司 剩餘的工股企業資產 合併成立為農工公司 那農工公司是說在48年5月19號 做賣出登記 使由台灣公放股份有限 或登記於農工公司的名義 那 原因發生之期 他們說明是說那個 登記 賣給企業公司的登記時間 是應該是負載 是應該是負載的部分 那另外我們查認結果 他這個是屬於跟農工公司 架構取得的 你查了半天 好 你查了半天 架構取得資金流向了 沒有 資金流向了 重點在這裡 他就是去 給我書面的 原來的工礦公司在 那個銀行的那個 那個約債務的部分 當作讓售的價款 那我們後來台灣銀行也答覆說 那個他們 債務那個 他已經沒有欠款的部分 所以完成應該是 他的讓售價款是用那個銀行 那個工礦公司在原來在台灣銀行的債務 當作讓售價款的部分 是這樣 多少錢 發現我們這個多少錢我們不是不了解 所以嘛 你們根本就是 睜著眼說瞎話 要不然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他說他賣給他 你就說喔賣給他了 價錢多少 不知道 有沒有資金流向 不知道 這就是我認為你們並沒有積極作為的地方 好 兩位 其實我要這樣說啦 我追了這麼多年的黨產 最近開始有人跟我講 不要再追了啦 就是讓國民黨黨產歸零這件事啊 你不追他也會歸零啦 國民黨的黨產很快會歸零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了他 他說他剩166億嘛 照國民黨這樣揮霍 166億他還可以 有多少年 馬上要歸零嘛 不是嗎 好 當然啦我們知道其實呢 他不只166億 他這一段時間 光是從總統大選結束以後 到現在 都已經要飆售的這些資產 都已經超過166億了 無論如何 國民黨的黨產還是很快會歸零 我們可以預見 可是國民黨如果再像現在這種態度 完全 都不作為 死報黨產不放 到最後只有上下起手 讓個人上下起手 然後黨產歸零 國民黨要 永遠背負罵名 就像國民黨很多 沒有得到黨產好處的 黨員說的 我們真是倒楣啊 沒有碰到黨產 但是一天到晚 被人家用黨產當提款機 每一次拿出來罵 最後永遠都這樣 國民黨如果真的能夠 好好的來處理這種歷史的包袱 把這一些黨產還給國家人民 以後可以很光明正大說 跟我無關 那是前人 我們該還的都還了 這個才是作為 我覺得國民黨真的 要好好想一想 我的支持者甚至跟我講說 不要再追了啦 就讓他這樣去A光光歸零 我們永遠都可以指責國民黨 其實啊 國民黨只要做一件就好 今天不至於到這種程度 剛才顧麗雄委員講的 包括花蓮 那個都是我寫的狀子 我的辦公室寫的狀子 死追活追才追回來 只要有作為 只要真的有心 不是像你們這種態度 我覺得其實很清楚 財產也不過這麼幾十年 反走過的必留下痕跡 一定可以清楚 沒有不清楚 國民黨只要一筆 我們就拿歧乳就好了 如果今天國民黨 可以早一點 把這種財產 甚至不需要經過國家的處理 你們自己處理更漂亮 所有的credit都是國民黨的 比如說他拿這一塊 如果說我拿這一塊來蓋青年住宅 捐給國家 上面蓋國民住宅 青年住宅 哇 社會不但拍手叫好 國民黨不但從負面 還可以變成正面的 可是呢 一筆都沒有 一毛錢都沒有 到今天為止 國民黨死爆的黨產 一毛錢都沒有還給國家人民 一筆都沒有清楚的交代 這是我們覺得非常遺憾的地方 國民黨對外宣稱有還的 都是我 壓著交通部 夠贏的 可是我並沒有覺得這樣很光榮 我也沒有覺得這樣很榮耀 我還是認為 其實一個正常的民主國家 合理的政黨競爭 公平的政黨競爭 我希望國民黨 真的可以重新站起來 但是呢 從黨產的處理這件事上 我們真的非常的遺憾 覺得國民黨到今天為止 沒有一點 反省悔改的心 也沒有一點點誠意 來面對這個歷史的包袱 永遠都死抱著 拖不下這個魔戒 恐怕會註定國民黨 永遠沒有辦法重新站起來 非常遺憾 好 那個 接下來邀文智委員 謝謝 謝謝 請 Anda 各位先禁 我想剛剛葉怡經委員是 真的是語重心長 其實 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也待了很久 今天雖然是聯席會議 過去對於政黨發展的討論 我們不管是政治體系的競爭 或者是投票的公平性 整個政治運作 我們民主政治所賴以為息的核心價值 其實就在這裡 有那麼多次機會 真的很期待 台灣發展出的民主政治 是一個真正公平 大家都能夠具有互信的體系 很可惜 有那麼多次的機會 我們看到過去長期握有黨產的國民黨 錯失了很多的機會 包括這一次的黨主席的選舉 我都私下鼓勵 某幾位候選人 應該真的是拋棄過去的包袱 真正的浴火重生 把黨產能夠自我清查 能夠交給國庫 如果按照這樣的一個方向 這個 我相信台灣未來的發展 是一個非常光明 值得大家期待的 這個部長時間沒有按沒關係 因為我還沒有叫你上來 好 我想請 國產署 好不好 這樣子 我想要 今天已經是第二天的會議 回到財產署 很多委員 就不同的 國民黨的黨產 不管是佔用土地的 不管是剛剛提到的中廣 或者是各種的黨產的佔用 那今天我要 把焦點放在 這個 過去的 大陸齋包救濟總會 中華救助總會 好像 大家好像在拼湊 一個國民黨黨產的地圖 我們的抓尾呢 這個大力以來 揭發 黨職並公職現在還繼續 那 齋包救濟總會 大概五年級生都很清楚 過去的古正綱 在 總統府前 深思力解 我看我們在場 很多人都參加過他的這個大會 不管是一二三自由日 還是元旦的大會 當初 這個 要解救大陸 苦曼同胞 這樣的一個 39年4月4號成立的 中國大陸齋包救濟總會 到89年改為 這個 齋包救濟總會 好 再更晚 現在改為 這個 中華文化基金會 好 那署長 署長 我要請教你的是 你應該很清楚喔 在提供給 這個聯席會的報告裡面 現在 這個組織 好 也就是前身是中華救助總會 甚至他旗下的附屬機構 現在在台北市佔有多少的土地 國產署所屬 國有地的部分 在台北市新一區是有1.27公頃 那在新北市汐止區有1.1公頃 所以光在台北市 就有1.27公頃對不對 對 那好 這1.27公頃現在市價大概多少 座落在哪裡 這個抱歉我這個沒有市價的資料 這個我幫你算了啦齁 市價應該齁 這個整個國有 這你是國產署的署長是沒錯 副署長 副署長 這麼 副署長 署長怎麼不來 副署長 上次就會來 署長上次來喔 今天就不來 上次會來 來沒關係啦 要當到副署長 這個地也要弄清楚啊 包圍他現在 這個在 來你說 他目前齁 他是有些部分 要蔡署第三戶成口緩還 另外一部分 他要跟我們租用 現在在 生租當中 辦理這個相對後續的程序 所以你這塊地 清不清楚 現在市價你不清楚 我跟大家報告啊 這塊地的市價呢 高達77億 在台北市信義區 精華區的土地 現在 當然有一部分還佔用 有一部分 這個有向國產署 要租用 這個租用 對不對 那租用也是在 前幾年 應該是在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提起了這個訴訟 在訴訟終於完成 你總共收到了 三年的租金補償啊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副署長你不清楚 到總共收了 台北市這塊 到104年3月 不是 那次總共收了 8600多萬 使用補償金 要8639萬 總共 總共部分的土地 因為 因為官司勝訴 所以 國產署 從民國100年才開始 那我請問一下 國產署 之前 這塊土地呢 是誰在管理 誰在管理 之前 之前 你們有沒有誰 國產署 誰清楚的 最早部分是 內政部交還 交還給國產署 那個 清楚 清楚詳細內情的 上來在後面 那個跟部長 報告一下 好 那之前的土地呢 這個舊總從39年成立 利用這塊土地 什麼時候開始 來 應該是內政部 內政部有沒有主管 還是都沒人管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塊土地 那個是 民國49年 內政部奉行 政院核定 先借給舊總 那後來 民國64年時候 那我們內政部 承受波用 就是由內政部來管理使用 那 所以內政部管理使用 是誰在用 還是 波用給內政部 那內政部 再租借給舊總 但是到民國 有沒有取得租金 有沒有租金 這個部分要 把借給舊總是 是 是 免費無償借用 還是有收取租金 這個部分 我們再查一下 不用查 我告訴你 沒有 就是波用 所以民國哪一年開始 64年 64年我們是 波用給內政部 民國64年開始 對 所以 以現在 以現在這三年 以現在這三年 平均 現在收取的 來 副市長 這三年平均收取的租金 是多少 沒有 跟委員報告現在 是8千多萬嘛 對不對 租用的部分 我們在續辦當中 那 依照你要生租的話 我們要依照規定 要追收五年的 不當得利嘛 就是使用補償金的部分 使用補償金 這是 我們要追收五年 這是一年你才追討三百多萬嘛 對不對 你追討三年嘛 總共一千多萬嘛 對不對 對啦沒有錯了 我們這個根據資料是 累積到104年3月後 大概使用補償金要八千六百三十九萬多 那繳了沒有 因為他那個 要生租的時候 就要繳清才能定租約 所以這一筆已經繳了 但是只計算五年嘛 對不對 對 最終五年 所以剛剛大家聽到了 這個 幾十年來 幾十年來 無償的 這個波用 直到最近幾年 才陸續 其實還有兩塊地 對不對 還有亞翔三小段 這個 400跟401號地 還沒有 還沒有這個討回來 對不對 這個副組長 有這個也不能再跟他處理當中 還沒有 還沒有爭取回來啦 你們 跟委報告之前 因為這個地區 這個波蘭署 誰比較清楚可以上來跟他說明 旁邊幫忙報告 有沒有人 本席已經在這個禮拜陸續跟你們問資料 你們不曉得來這裡要答覆嗎 題目都出給你們了 是不是在總統選完 在1月16號 選舉結果已經出來 2月5號開會 現在要求明天 今天是3月30號 到明天才要返還 雅翔400號 雅翔401號 坐落在這個旁邊 長村里 跟富台里交界的 這塊土地 跟委員報告 那個 雅翔那個部分 是104年的租金 是1789萬2千元 那 他們已經申請分18期要繳納 那105年1月到106年6月 按約已經繳99萬4千元 這個 目前他的分期款已經繳納到105年2月 所以 有在 依照租約在繳納租金當中 那現在有兩塊 是不是還在 還在催討的 哪兩塊 這雅翔 我剛剛跟委員報告 這是雅翔 剛剛委員提到雅翔段的部分 哥你弄錯了啦 你現在有在繳租金的是雅翔 雅翔段442、443、444 我現在跟你講的是北側的那兩筆 現在現況沒有在使用 但是過去的游泳池 過去現在居民作為停車場 這兩塊 因為我們這塊租約有包含 好啦沒有關係啦 沒有關係啦 我今天 你們處長沒有來 我今天 來這裡 我是要告訴大家 不當黨產 在政黨法裡面 不當黨產沒有針對性 為什麼 因為有不當黨產的 就只有國民黨 國民黨政府行政院 自己提出來的政黨法 政黨法第十九條 第二十三條 我念給大家聽 第二十三條說 政黨不得經營或投資盈利事業 不得從事其他的盈利行為 第十九條 政黨的經費跟收入 第一黨費 第二依法收受的政黨 依法收受之政治獻金 第三 政黨的補助金 第四 政黨為了宣傳理念 他的宣傳品的銷售或者是權利授予的收入 第五 本法規定的收入 這是行政院版的政黨法 但是我剛剛講的都是國民黨 以及他的附水組織 過去透過各種不同的 假借各種不同的明目 像在這裡 說是要 各位知道嗎 在這塊信義區這麼精華的土地 過去說是要照顧這個大陸災包 但是喔 大陸災包不在這塊土地裡面 在隔壁 在隔壁 非屬國產署的土地 我們一時還沒辦法查清楚 所以今天就不講 但國產署的土地 長期以來 被變相做為什麼 做為高級豪華的幼稚園 大家知道這個幼稚園 用兒童福利中心的名義 收取多少 一年可以賺多少錢嗎 你知道嗎 一年收三億 開了四十幾班 因為過去有游泳池 這場地非常的豪華 然後不必繳租金 直到這幾年才開始繳 這個就是國民黨 我今天提的是冰山之一腳 因為我看到整個委員會 大家從不同的角度來 來這個否析國民黨 這個國民黨的 國民黨的 這個不管是佔用土地 賤買高賣 或者是 這個用黨營企業 或者是用 爭取這個補助尾辦 或者是稅捐減免 或者是 勒索式的捐獻 像烙軍捐 或者是把工變師 像 或者是強佔 然後變成連租 連租變成賤買 賤買然後再高賣 這就是國民黨中央黨部 現在的長榮 還有黨職並公職 不一而主 還有很多很多 所以國民黨的委員 不要再說 這個東西有針對性 我也在這裡呼籲 我們在場 國產署已經開始行動了 國產署明天 救種這塊土地 3月31號 請你徹底把它釐清 好不好副署長 明天 就是明天 請你徹底把這塊土地釐清 大家不知道 這個 我們長村里的里長在這裡 長村里的里長 我請他來聽 這塊土地 不但是占用國家的土地 甚至影響長村里的發展 旁邊的副台里 非得要 非得要跟這個長村里 因為是民進黨里長當選 他非得要長期依附在另外一里 整個都市的發展 整個都市未來 這個 如何再生土地的利用 全部被 這樣的一個 黨產的佔用 所限制 變成障礙 所以大家知道 黨產的危害 不是只有影響政黨的競爭而已 黨產的危害 包括我們的都市發展 包括我們這個社會的公平正義 我們通通要一舉把它釐清 以上 好 接下來廖國動委員 我們請內政部部長 國產署預備 副署長 來 副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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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產署先不用 我說預備 還不會問到你 那個部長 我們剛剛啊 我們主席 主席做了兩個動作 讓我深受感動 第一個呢 是針對昨天前天 所發生的 所謂的突發奇想 突然想要 這樣的一個事件的連續發生 真是让人胆战心惊 那么现在我看到 今天的很多的媒体都在检讨 怎么样来进一步的做防治之道 防治之道 那么有人提议 从设政 从卫政 甚至将来的乐界 治疗等等的不予而主 我不晓得您看了以后 你有什么比较新的想法没有 没有我想这个 昨天在治安汇报院长也有指示 就是针对精神病患的怎么样来加强 它强制送医 然后建立一个安全的保护网 这个部分要为福部跟我们相关的单位 一起来研究来加强 所以明天委员会还会再进一步的 来跟你们讨论怎么样去做防治 是 那么现在 我现在 我现在